嗨,大家好,我是小慧 冷却水塔长青苔了,怎么办呢? 今天来介绍关于冷却水塔的水质 为什么冷却水塔内会长青苔呢? 因为冷却水塔需要通风的环境 通常会放在户外 而在冷热交换时 潮湿又温暖的环境 是个非常适合细菌生长的好地方 而当阳光出现时 早菌会大量繁殖 最后出现青苔以及大量生物膜 那冷却水塔长青苔会有什么后果呢? 来,小慧同学 青苔跟着管路进入到系统设备 最后造成管路堵塞的生物膜 会让冷却效率变差 可是,要怎么阻止或消灭青苔呢? 回答的非常好,小静工学 解决青苔的问题通常是使用预定 小慧老师这边有个法宝 除胎钉 啊,难道这是JH的除胎钉 新型的锈绿钉吗? 听说可以有效延长杀菌除胎之效果 只要把这个放入冷却水塔内就可以咯 但不是放越多效果就越好哟 每一块除胎钉可用于10-30RT的冷却水塔 大约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哟 而除胎钉的正确使用方式很简单 首先把冷却水塔清洗干净 再打开冷却水塔的观测孔 将除胎钉放在散热片与散水管之间 借由淋水的方式慢慢地溶解除胎钉 以长期维持一定的杀菌效果 用过的都说赞! 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我是小贝 我们下堂课见咯 拜拜